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 偶尔会合作剧的飘进我眼里 宁愿我哭泣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 还对你是那么难恨难舍 你总是在滚满口袋的伤给我 难得来开我 却又离开我 让把手中心落地上 像没水流 风吹来的伤 我在悲伤的夜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伤 堆积在心里 心事操不去恩迹 风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记忆 风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记忆 风吹来的伤 冲在哭泣 风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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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来的伤 我在地上的夜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背 冲没所有的记忆 你风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遣い 想商你操不去恩迹 方吹来的伤 冲没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永远在哭泣 难道早就云烟了分离 风吹来的沙 永远在哭泣 难道早就云烟了分离 他再高点的我就低八度唱 结果他咬我腰眼儿 这臭不要脸的 这歌 这个还行 好 好 爱过的人 我已不再拥有 跑掉了吗 许多故事 有伤心的理由 这一次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长地久 爱过的人 是否可以回首 许多的人 有伤心的理由 这一次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长地久 许多故事 有伤心的理由 这一次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长地久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我的爱情 再不是你慢慢拯救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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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变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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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变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再变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再变 没钱了 什么国建筑 第一集团的 没钱了 烂尾了 绝对的烂尾了 这么大一盘子 没有200个亿 他干不下去 这不是几环 这妈精平高速 爱过的人 我已不再拥有 许多故事 哎 卧槽 来 听皮酷 皮酷唱歌 曾经都是刺着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神话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心在永远的光源 就像穿过一切 我更远的 大家做好准备啊 跟我一起到高潮的时候起来啊 曾经都是刺破灭的梦想 别着急啊 我已经不再感到迷茫 好的 做好准备 我有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啊 我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心在永远的光源 拥有整段一切的力量 我 本来是一首挺挺励志的歌曲 直接让我给给给给带成那个恐怖歌曲了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穿心在永远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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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穿心在永远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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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是七八年前吧 七八年前呢 我在北京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时候呢 我曾经采访过一次汪峰 汪峰 当时她穿着皮裤 然后呢 我们节目组呢 还专门找了她一个发小 就是当年的一个哥们,但是很多年不见了,在外地工作,给他请过来了,偷偷的上台。 因为那个时候综艺嘛,人物访谈老是用这种套路,那是真的,他们之前真没见。 一见面啊,也是挺激动的。 汪峰,汪峰也算人生赢家吧,我也采访过张子怡,张子怡和成龙,不过那次采访啊,那个片子编出来啊,没我几个镜头,我说话全都是旁白。 因为电视台这波导演呢,特别势力,特别功力,他们觉得呢,因为漏成龙和张子怡啊,有人看,漏我没人看。 所以呢,我说话的时候,他们镜头也不给我。 后来我一想,你既然这样,我就趴着说吧,我就躺着说,我就躺在椅子上,反正也不给我镜头。 我就躺在那儿,我就躺在那儿。 一人呐,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八,全是假人。全是假的。真的。 就我那时候采访过很多玉女啊,什么女神啊,哎呀我去,你在化妆间那样子都大了。 翘着二郎腿,把他们的腿直接干到化妆间的化妆台上。 在吹嗑都快走光了。 瞪这个小鸡把它打着电话,骂瞎瞎,等的时候上台了。 你好,董老师。全是假的。所以记着,接着 тру便,永远不要相信藝人。 好吧 其实我是个演员 真的 有的那样可大了 七八个助理 我去 我说你这干嘛呢 多少钱雇的 我有一个特点 我采访谁 我这个 节目之前 我从来不说话 你甭管你多大半 我从来不跟他们什么提前 导演老师 东老师 你过去跟嘉宾对对本子 我什么对什么本子呀 对本子也是什么说的假的 不对也是说假的 有什么可对的 所以为什么后来 丙电视台给我给干了呢 主要因为我也不太听他们 他们老是 必须得给我把绯闻的挖出来 最好让嘉宾哭 完了最好呢 能够把这个什么 让嘉宾 把那个成年往事 难以启齿的 都给说出来 这样才有收视率 我心的话 我说我能说哭他 我就能 他又愿意哭 也行 他不哭 我不能让他哭啊 有一次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什么 孩子有病了还是怎么着呢 反正有一个节目 完了呢 我去你 你就这么拐呀 完了呢 这个 导演呢 完事就非得 让我给他说哭了 童老师 你一定 让他 让他 现场流眼泪 完了我说 那女的导演 完了我说 妹呀 你知道他今天 已经 这第几波 轮了吗 他到北京电视台 什么一会儿 科教频道 文艺频道 什么生活频道 什么都采访他 因为当时好像是个热门 到我们这是最后一波 我说他妈 他眼泪已经哭干了呀 不是我不努力呀 他他妈再哭 就是没有 就是尿了 结果我那场 那场彼此 不是 就那场 节目呢 他就没哭 没哭啊 这嘉宾没哭 没哭完了呢 那个女的编导 就不高兴 因为他负责嘛 因为收视率高 他能够得奖金嘛 完了 就是那个 马上就要结束 都他们采访两个段时了 完了还没哭呢 他就耳机里跟我说 耳脉里说 东老师 您能不能再回去 再问问他 当时怎么回事 但是他心情怎么样 我当时急了 我急了 我说 我就停下来 我就 我说 你好 你看这些人 你说多辛苦 大半夜他们在这 因为这地方可能是个录节目的地方 在这搭景呢 在这搭景呢 今天车怎么这么多呢 今天晚上都有什么比赛呀 今天晚上车怎么这么多呢 我接着讲啊 刚才讲到哪了 我就讲啊 然后呢那个那个编导啊就那个编导呢就就在楼上跟我说说东老师您能不能再努把力再让他哭一下 完了我说他们他们真我说他今天哭了很多次了真的我也能体会谁都有眼泪流干的时候你说你一定让我让我说哭他真的太难了 完了他说那东老师那要不哭的话就没有这这这收视率 后来我说我说跟他说我说是不是必须得有人哭啊才有收视 他说是的 完了我就回去了 我说那请问 你那个当初那个 你那个 你当时的心情啊 是不是特别 难受 啊是不是啊 你说呀我自己快哭吧 我求你了 嗯 你就这样 所以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呢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我讲过赵本山 赵本山的故事吗赵本山跟我的故事讲过吗 好像有老球老车友应该能能记着 就有一次赵赵家班来北京电视台来做节目那那节目很大 然后 嗯 是不是哎 没有吗 讲过有人听过 再再讲一遍啊 讲过了那就没意思了 这么着吧 讲过的就是反正你听过的朋友 你现在就下一袋那个酸辣粉行吗 听过你说我听过了 但是我给感谢董哥带给我的快乐 我今儿呢董哥推荐灰子这个酸辣粉 五十八块钱也不贵你下一单行吗 可不可以 没听过的呢 你买一包小面行不行 往我家等你 反正时间还早 一点半的球 我呢可以啊 十二点五十进去 啊五十四了 灰子改五十四了 你说他他真不是做买费的人 你说你弄个五十四 你弄个 你幸运五十二也行 五十五也行 你飞着弄个五十四 五十四 马上说还纪念五四青年级 哎呀 吉祥三宝吧 活动到二十号是吧 你妈行了 你妈就活动到永远就完了 哎他妈活动到二十号 你们没活动有活动你都卖不出去呢 你就别你就就就就这个价吧 就这么就这么卖吧 还活动到二十号 到哪二十号的 这都多少号了 哎呀 能挣点试点吧 这年头不好 都不是那么很容易 好吗 好吧 你看灰子 灰子你别着急 等你有一天你接不开锅 我别的我管不了你 吃喝我管你好不好 啊你跟刘凯元 吃喝包我身上 我不会让你挨饿 行吗 我不会让你挨饿 但你过着美好的生活 这都靠你自己 但是你要说想吃想喝 说没钱吃了没钱喝了 这个事你找我 没问题 好吗 但是我也给你个建议 你早点睡早点起 也上个班 人家老二妈妈能去麦当劳 打小事工你为什么不行呢 但你那你可能确实不行 你确实不行 你面试过不了 面试确实过不了 哎呀 你现在抽十九的烟 你现在不是说抽十不十不九的 抽不抽十九的烟的问题 不是这个意思 你好好计划一下 你每个月多少钱 你都记下来 好吗 有便宜的菜 就买便宜的菜 完了你不行 你就跟人打打PK 打PK不行 你大哥大姐都走了 谁也不是谁的谁 这什么意思 这是disco 这突然来了个disco 这什么意思啊 搭地 苗林等我呢 那不重要一点半的球 谢谢刚才那个那个朋友啊 四百九十九的 谢谢 我给你讲讲赵本山的故事跟我啊 就是 我呢 又来了 绑一 绑一大哥是吧 谢谢啊 我知道你这是给灰子打的 回头我转给他 什么一万零一 什么什么一万零一 一千的 谢谢啊 我知道一般可能还有啊 我先改 没没没开玩笑 谢谢啊 我讲讲赵本山的故事啊 我讲讲赵本山的故事 这个 当初呢 我在北京卫视啊 有一档节目叫喜剧 这哥哥 这大哥可以 灰子你你跟那大哥联系一下 完了送人十盒小面吧 好吗 因为那个小面不分贵贱 都是很好吃的 你问我大哥喝没喝多 如果喝多了的话呢 就把他拉黑不让他再打了好吗 要是没喝多是理性情况下呢 那你就送人一个小面 那你就送人一个小面 好吗 送人十包小面 好吗 我讲讲赵本山的故事啊 当初呢我在北京卫视啊 我主持了一档节目叫喜剧世界 顾名思义呢 就是有一些节目啊 就跟喜剧有关系 当初呢北京卫视呢找了赵本山 关系不错给了两千万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交了这两千万以后呢 赵加班啊随叫随到 录这节目 会现场啊 之前呢兑一些本子编一些小品 然后在现场演 现场演 然后呢这个节目呢 叫喜剧世界 大家可以查一查 喜剧世界 我呢是主持人 但是呢后来呢 配了两个主持人 又有两个 来了 我们一块主持 当然我站在中间C位啊 一个呢叫大鹏 不是塑料大鹏啊 大鹏 就是当初呢还在搜狐 就是现在呢后来又拍电影啊 又主持节目那大鹏 大鹏 大鹏呢是吉林人 我的老乡 也是赵本山第五五十几个徒弟 我忘了是五十几啊 五十四还五十六 然后呢还还推荐了一个女孩 十六岁 小姑娘东北的 看着挺顺溜的 那一看呢 就不是正经科班的 谁科班十六岁过来啊 那就是野生的 野生的呀 但是呢肯定是跟那个 本山呢这边也有关系 据说是妈妈跟关系不错 推荐呢就女儿想走这条路 走那条路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一下就上卫视啊 当卫视完了节目的主持人 十六岁 但是呢这我管不着 他给我派三公六院来 我也得接着 都得我带着小弟小妹一块一块玩 当然现在大鹏比我牛啊 然后呢就主持这节目 主持这节目啊 主持这节目呢大鹏还可以 因为大鹏有主持经验 那个旁边那小姑娘呢 太小了你想想 十六岁比我大女儿才大两岁 直接上这么大的舞台 薛薇有点紧张 紧张啊 说话的时候麦克风只打牙 都哆嗦 有时候给他递话呢 递过去呢接不回来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啊 冷落 但是其实这也很正常 杜海涛当年在 快乐大本营 一期节目也说不了三句话呀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就提提醒我 说 董老师您得给人家 旁边人得画 就是你得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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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人家那边有反应 说你这有时候不给人画 我说行 我说行啊 我就开始给画 给多少画都回不来 我都得自己 你看你看你看小屁你看 这个这个节目应该是很不错的 是吧 是很不错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情节应该是怎么 接下来怎么发展呢 哈哈哈哈 啊对你看你看你看我说知道 我让你赶紧赶紧你心里想的是 是吧 就只能是这样 又来了大哥 今天 这也最近半年也很 已经很少有人 给我打这么多 打这么多阴浪了 已经很少了 老二爸爸也来了 咱们给这个榜一的大哥点点关注吧 好吧 然后呢 你们也你们是不是光看大哥了也不听我讲了 哎 听的朋友先下 大哥不用下了啊 大哥为你记了啊 为你气 为你记那小面了 想听的朋友 哎你 哎我天 啊私密账号 Disco 大哥你这个老打Disco的意思 是不是让我现在给你跳一段Disco啊 是不是暗示我呀 是不是有点要暗示我的意思呀 私密账号 那也没法发私信 发私信 哎 然后呢 就是我开始讲这故事啊 就是早年间呢 我在北京卫视 我主持一档节目呢 叫喜剧世界 啊喜剧世界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有一些喜剧节目 啊 当时呢 那最牛的喜剧团体呢 那必然是赵本山 本山转媒 啊 绑一上一次也也来送了啊 是吧 啊这段讲过了是吧 啊从讲过了 那重新来啊 然后呢 嗯 我们就策划了一档啊 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 哎呦我天哪 这是 不是大哥 你发这个东西是不是让我 暗示我要给你表演一个起飞呀 是是是是这意思吗 嗯 我大哥的意思我明白 大哥的意思呢 就是暗示我不要讲了 说这个故事得得得收费奖 是吧大哥 那我明白了 你你用这种方式 你你你你你提示我是吧 打断我 就让我去思考是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个故事给讲了是吧 啊 啊 给大哥 给大哥打个飞机 那不行 那些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这个 这个不行这个 嗯 行了 我我我我我我接收到了 大哥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啊 嗯 好吧 嗯 对 我明白这都是怎么说呢 这都是啊 智慧 小猫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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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打了 你就别送 小心了 小猫妈妈 等哪天我给你开个专场好吧 咱们一起呢 那给小猫小猫妈妈那辣酱那天我还吃了 非常好吃 嗯 大哥要加我什么 啊 啊给大哥加个管理啊 北京大哥想加我微信呢 可以啊 但是咱怎么加呢 现在我怎么通知你呢 你这样你有你有你有微博吗 我要现在我一说这不都夹着我了吗 你看我爸爸八十多岁了 给我留言睡醒睡醒一觉留意言在路上还是已经到了解说现场 助解说顺利成功 来回开车注意安全 不用回信 我接着睡了 这我爸爸 0.09啊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不是这是爸爸哈 这是爸爸 你要我都五十岁了 我父亲 还是像叮嘱孩子一样叮嘱我 他说私信我呀 怎么私信 私信哪啊 今天这个没法讲了 你大哥给我不断的打断 就那意思提示我 今天这个没法讲了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继续讲哈 那行 继续讲 然后呢我们就策划了一个节目啊 就是赵家班的节目这个节目呢 其实后来呢 在很多自媒体上都有他的片段 比如说这个刘小光啊 就是现场哭了 真是真是被我说哭说哭的 完了我领着他从那个台上走到他师父那 完了痛哭流涕 然后这个就是决定要痛改前非 就那个节目 很多什么头条上啊什么抖音上啊都有那片段 就那节目 然后呢那个节目策划就赵家班几乎全来了 除了小沈牙在外面拍电影 剩下的什么都来了 什么赵四啊什么刘能啊 什么什么什么 胖鸭啊 反正一堆 什么羊什么来着 都来了 什么唐什么 什么我都忘了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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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坤对广坤 杨树林广坤小宋小宝 谢大脚 都来了啊 唐建军对对对对 我这这不是你们都比我了解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啊 然后呢都来都来的完全策划一档大的节目 那个节目我告诉你我都我都我现在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啊 是模仿人韩国一个节目的样牌 我做综艺那时候中国搞综艺的没有一个有创造性思维的 全都是模拟啊 这编导啊什么导演呢天天就在网上去扒 一会儿扒荷兰的 扒韩国的 扒日本的 扒日本扒着扒着没法扒了 为什么日本人尺度太大了 上综艺吃屎什么的 这个我们没法弄 就扒韩国的啊扒德国美国 反正就是扒 扒了这么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样态 就每个人是坐在那儿 旁边那个小黑板 网上写什么关 关键词什么的 这测 大哥你这是 这什么什么又给我发暗号啊 什么到底讲还是不讲啊 今天晚上阴浪都比赞都多了 不是 你是你是你是有钱没户花呀还是怎么着呀 这别打了真的别打了你你想干什么吧 弄我没底了没底了 灰子你把我微信号告诉他 你把我微信号告诉他 他要喝多的话他把这钱还给他 因为我这原来我这里面没钱了 我都知道他打多少钱 因为我我买房子 我把所有的 好吧 因为呢你因为我这个因为 因为我这个要买房子 我就把所有能提的全提出来了 全提出来了 聊了已经聊上了 我知道你买别墅了我没买别墅兄弟 我知道你买别墅哥 你这一哥我就有点含糊了 你什么南方人呢 北方人不说哥 北方人是哥哥的 哥哥的 单纯支持 小将是吧 我不瞒您说啊 我不瞒你说 我我我我今天 我出门之前我给班尼发了一个微信 你看啊 我我总觉得可能是有些家庭已经扛不住了 你有没有必要把一些 呃这个现在在北京的这些这些家庭的情况 收入和花销 调个做个调查吧 好不好做个调查吧 然后有一些特困的咱们想想办法 这是我今天10点57 给班尼布置的任务 就我感觉可能有些家庭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啊 扛不住了 所以呢 呃大连的呀 什么广州恒大的什么的 你们 准备好钱你可以过来挖人了 好吧 我实话告诉你有些小将家庭扛不住了 啊你们可以过来了 啊你们可以过来了 你看我吃这个黑芝麻丸头我真的 贼贼贼有量 就是坦白讲呢等这些孩子上中学啊按说呢其实不用孩子家里赔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没办法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几个赔的剩下的就没法不赔 对吧就跟那个幼儿园似的 五点钟下下课 老有几个三点来接的家长 最后大家都得三点接 因为你他们你不来你三点不接你就会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别人那么爱孩子 好像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孩子会受到心灵的创伤 哎反正怎么说呢这个我得也能理解吧也能理解 嗯也能理解 但你要在北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月一万多肯定得有 因为租房就得六七千 啊六七千呢 万在家吃喝 对吧一万多块钱 关键就是其实我们小匠真的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 甚至有的都中产都坦不上 真的 但是你说实话呢你就即使你就即使你比方大连给点钱他也一个月给你一千块钱 对吧你自己租房你还得租一样 只不就是他们这个地方不是北京 北京那边呢确实消费贵 你要在大连呢或者武汉呢租过房子一千块钱两千块钱 一千多块钱两千块钱就能反正能够住 这边呢不行啊 这边也在海淀 就在海淀 就在海淀呢 太好了 我我把这个核租吧 核租呢又觉得生活品质不行 他有的好多都拖家带口来的 这怎么核租啊 你说一个爸爸带一个儿子 一个妈妈带一个儿子 怎么核租啊 核到一块就真核了你说怎么办呀 是吧 这东西没法弄 不能这么核 核肯定是不行 喝酒必分分酒必合 是吧 大哥走了是吧 大哥走了不留下一片云彩 啊 啊 游文图斯的首发 门将施金斯尼 后卫达尼洛 波努奇德利赫特 前卫基耶萨 阿图尔本坦库尔 麦肯尼 跨特拉多 这本坦库尔 本坦库尔 真的是皮尔洛的侄子呀 本坦库尔 踢的多差呀 怎么还让他踢呀 拉姆赛 不比他强吗 但是这场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亚特兰大也很厉害 都是参加欧冠的队伍 所以呢 本坦库尔 阿图尔 这是一个双后腰 双后腰啊 基本上 加个麦肯尼 跨特拉多在右 基耶萨在左 是吧 一个三五二阵型 大哥怎么了哟 大哥发一加年华 但他没加我呀 第二次 第一次 可以了可以了 大哥就去充值去了 你们不能说大哥走了 还有人点点点 你不能说走了 你得说大哥不在了 不是 大哥 去别的地方 好吗 你得说大哥玩去了 你不能说大哥走了 大哥不在了 你不行不行 不能这么说 哇塞 不是大哥 行了谢谢了 不要再刷了 真的真的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你在这刷刷半天 谢谢不要了 不要了谢谢 谢谢 大哥 大哥刚才有人说 你不在了 不是 他们说你走了 我说他们来着 我说 你们不应该这么说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 大哥呢 好吗 我说 我说 轻音机该是 多少 idente 8600了 就平台拿走一半是吧 大哥我代表抖音感谢你 呵呵 因为我这是家里有点事儿,我这个一时走不开 行了,行了 快一点了,我真的我得过去了 不是我得 好啊 好啊 谢谢,谢谢哥们,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啊 然后这个因为我我我实话说呢 因为都萍水相逢 这个这个 我们我们会给您 就是组织 组织一批我们的这个产品 好吧 就是直当你呢 就是也别这样,因为无功不受禄嘛 好吧 灰子你你把那个乐波的现在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哥拿一套 所有的所有的啊 烧鸡 什么瓜子 什么 这个所有的都下单 好吧 你都下单买完了要个地址都给大哥拿一套 拿一套 这一套怎么着也能 包括海参 包括那个居东博家的 小居家的海参 拿一套啊 你就你就确保就别 嗯 你就确保别你就别花帽了 就是你别 大哥的 八千六 到咱手上是四千三 好吗 你别最后花六千多 最后你让大哥 就不好意思这就不好了 好吧 好吧 嗯 你算清楚啊就是大哥打了八千六他不是说咱拿八千六啊 咱是四千三 好吧四千三 你照着三千五六吧 照着三千五六给大哥还 好吧 这样的话他拿一千多的心里舒服一些 好 好吗 咱不能胜 不能被胜利冲魂头脑好吗 就弄乱了 嘘 嘘 休息会好吗 完了我我我抽一根烟 然后我呢 进来跟大家 载个键我就进去了 在学的痕迹 直到世界变了模糊 直到我的呼吸 让我们 心影无力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直到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转心不知 我总记得 开努力 这样吧 我这有一个足球 是广州恒大 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好吧 咱们说清楚 恒大呢也曾绝版了 恒大马上就改名了 就没有恒大了 我这球送给这大哥 行吗 我这个球送给你 灰子 单就别下了 要不然咱 算起来可能会赔 就单就不下了 就把这球送给 这大哥就完了 你喜不喜欢足球 你留着 你这场面人 你会有用的 好吧 可以吗 广州恒大的 灰子明天 我去基地的时候 你你把大哥地址要着 完了把这个给给人快递过去 好吗 可以吗 走了走了没关系 又走了 大哥 大哥是国安球迷是吧 没事 那你拿回去你你给扯了 你给你给扯不了都行 好吗 回来了 听明白了没有 那个兄 你你你打了这么多 打了这么多那个什么我送你一个恒大的签名足球 好吧绝版的 可以吗 大哥要我签名啊 我签名不值钱 哎 哎我以前呢 你看我为大家讲一个 我以前呢 我们因为我没有卡 所以我来这呢 我也刷不了卡 所以我就只能等 秋门 现在我明白了 其实一扒就能扒给你 你也直播呢 哎 哎 东路老师 哎呦你也直播呢 你也直播呢 对 嘿好 听说你这是子大哥 看来又人最好 哈哈哈哈 是吧 嗯好 一会见你呢 嗯 云 云 女人 哼 哼 董言绑一的微信发给我了行 好 这大哥不是一般人的 我搜索 这大哥的微信 就变成系统服务盲了 就是大哥现在可能有不少人在家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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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找我喝了 合作啊 谢谢兄弟啊 谢谢 我这马上要那个直播 完了不是我叫姐说了 有时间一块聊 不是有时间一块聊 就是谢谢啊 另外一个这女朋友吗 头像里边很漂亮 连衣上了 连衣上了 我先换衣服 我先换衣服啊 爱情中有些轻狂 如今你四海为家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你悄然无踪影 爱情中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总让你遍体鳞伤 我先换衣服啊 咳嗽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我怎么说 我先说 非常好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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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闹一阵子不 能不能闹一阵子 能闹一阵子不 怎么还能呢 那是你媳妇啊 那行 那媳妇可以 别换了啊 可以啊 这加上 这媳妇挺漂亮 可以 我可以 头发自己弄 哦,这哥们微醺的时候就跟我合过影 在北京呗,是吧 在北京欢迎,欢迎你哪天去基地 一块聊聊天,喝点茶 这哥们以前跟我合过影 那时候微醺 PPTV也没钱了吧,没有 挺好 徐亮什么 老车友,老车友 盐水鸭好吃 好吃 说话很客气 行了,咱们就看看灰子酸辣粉小面什么的 今天什么比赛啊 今天是这个 一甲联赛第十二轮 尤文图斯对亚特兰达 怎么看球员将心 我都 我昨天专门发了一趟车呀 我昨天专门发了一趟车 都聊了 聊了 那哥们很客气 说得嘞 董老师 人赶紧忙吧 不打搅您了 北京人 北京人 得嘞 小伙子很年轻 很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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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北京人 他不可能喜欢恒大呀 下了快三人来 小面酸辣粉可以 浙江绿城啊 浙江绿城的清讯不错 都迎恒大了 最新的比赛 客家杯 优势五 大哥国安球迷 那还是算了吧 咱把那个 万一哪天有一个广东大哥呢 咱别把这礼品瞎了 灰子 你还是把所有的 乐播的产品 每个产品 下一个单 给这大哥寄过去 好吗 36岁 那就兄弟 给这兄弟寄过去 好吗 最贵的不是海参吗 是不是 小菊他们家海参 下一单 好吧 你地址拿到 你先地址拿到 你再下啊 你别最后 你下完之后 你都寄不出去 最后都跑你那去了 好吧 那球就算了 那球等着 咱们再等等 等等广东大哥 好吧 等等广东大哥 不认真准备 你说准备解说呀 我已经准备了三十年了 油温图斯这个赛季 那我是相当熟悉的 亚特兰大方面的苗林负责 我主要负责油温图斯这方面 购物车没了 什么没了 被取缔了 怎么回事 怎么购物车给我弄没了呢 怎么购物车给没了呢 灰子 你那购物车被平台给吓了 把购物车给炸了 好 我不想购物车给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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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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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呀